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说话的分寸就是做人的尺寸 一起来听 作家海明威有一句关于说话的名言 人用两年时间学会说话 却要用一辈子学会闭嘴 说话是一门艺术 会说话是一种本事 而懂得事实沉默 是一种本事 人一生中最难的修行 做人有分寸 其实就是与人相处的时候 说话做事有分寸 不追问 不妄议 不说破 都是说话的分寸 也是做人的尺寸 人是种很固执的动物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不撞南墙 绝不回头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结 结不开就放不过 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查个清楚 问个明白 人活着 聪明有时候是一种罪过 糊涂反而会更轻松快乐 情景喜剧《宋飞正传》里 有个人物叫乔治 有一次 乔治去参加一个社区养老院的志愿者活动 他所帮助的老人已经86岁 伴侣去世 自己孤零零一个人生活在养老院 但每天却过得异常快乐 乔治在目睹这个事时候感到很困惑 他不明白 一个人都这样了 怎么还能这么快乐呢 于是 他不停追问老人 你害怕吗 你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吧 你离死亡这么近 怎么能不害怕呢 你一定心里很痛苦吧 最后老人忍无可忍 非常愤怒地说了个字 滚 老人为什么这样做 原因很明显 因为乔治层层逼问的过程 就是在一刀一刀划开老人 不想被人看到的伤口 真正有道德的人 并不会这样做 就像董卿 曾经在《朗读者》里面 对突然崩溃大哭的明星徐静蕾 并没有为了节目效果 进一步去追问他崩溃的原因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人人都有一些深藏内心的秘密 一些相对沉重的往事 不愿意他人得知 更不愿意被人刨根问底 只顾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去接别人的伤疤 是对他人的残忍 很多时候不追问 就是一种为人有分寸的高贵善良 庄子中说 意思是说 在不了解他人的情况下 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去揣度对方 更别提随意评价议论别人了 泰国有这样一则公益广告 一个极其凶患的妇人到菜市场去收租 她一进菜市场就大声呵斥一个小贩 要她及时交租 然后走到一个卖肉的小摊面前 一把夺过肉破的秤 狠狠地摔在地上 接着又指挥人把一个女摊主的货全都收走了 这个仗势欺人的画面被在场的市民录下来发到了网上 不到三天时间点击量过万 视频激起了名分 网民们都在指责这个老板娘黑心 并且还呼吁不要去这个菜市场买菜了 然而没多久 菜市场的其他商贩就主动站出来帮老板娘澄清了 原来被老板娘呵斥要及时交租的小贩 已经拖欠了好几个月的租金 肉铺被摔秤 是因为他们长期缺金少两 老板娘是在严厉警告他们 让人把女摊主的货收走 也是因为看她生活不易 自己掏钱把她的货买下了 让她能够继续经营这个 他们一家赖以生活的小摊 周围围观的群众 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面 并不了解全部的真相 就人云亦云地妄加揣测和评论 让老板娘遭受了不白之冤 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和事 仅仅看到整个真相的一角 就妄下结论 攻击评判别人 让别人深受语言暴力的伤害 中国当代作家王小波说 口莫非见 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 层次很低 对于别人的事不了解 就不要随便议论 更不要妄自下结论 这才是一个人最大的修养 就像欢乐颂里安迪说的那句台词一样 你可以有不同的见解 但没有扔石头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和选择 作为旁观者的我们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随意评判别人的生活 好的生活哲学都讲究一个分寸感 与人交往中 说话留余地 看破不说破 并非圆滑事故 而是尊重他人 顾及他人感受 让彼此都舒服的处世智慧 思想家张炳玲 曾经遇到了经济上的麻烦 迫不得已拉下脸面请朋友帮忙 于是 这位朋友一个人亲自跑到苏州 在一番无关痛痒的寒暄后 将一张钱票折好 偷偷压在茶碗底下 保全了张炳玲的面子 既对朋友失以援手 又设身处地地为朋友保全了面子 让对方没有接受施舍的窘迫感 也更好地巩固了这段友情 看透是智慧 不说透是心胸 看破不说破的背后 是一份恰到好处的分寸感 是人生乐理和涵养的体现 更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 考虑的处世智慧 作家贾平蛙也写过一个关于朋友的故事 朋友有口吃 说话慢 有天在路上遇到有人问路 偏偏这人竟也是口吃 朋友就一语不发 过后我问他为什么不说 朋友答道 人家也是口吃 我要是回答了 那人以为我是在模仿戏弄 原为心生 会说话的人不仅仅是因为情伤高 更是因为心里装着别人 在说与不说之间 透露出来的品行教养 体贴细心 可见一斑 人人都有一张嘴 能说话不代表会说话 说得多不代表说得对 很多时候口沫横飞 比不上事实的沉默 说话很难 拿捏该说什么话 还是不说话更难 人生在世 希望我们都能保持善良 理性开口 适时沉默 把握做人的尺寸 今天的文章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守候